夫妻生活我不能过 用啥 我觉得对不起我原先的老头 我老头对我相当好 也就这么 那我提出不了 奇葩大妈来相亲 现场向大爷提出一个 震碎三观的要求 而理由竟是要为前夫 保持震操 这真是小刀拉屁股 开了眼了 今天来相亲的是 70岁的侯大妈 别看侯大妈已经70岁了 但却非常能吃苦耐劳 这个年纪仍以养妞为生 但自从老伴走后 她却再也熬不住了 拔针用牙雕 侯大妈你可真是个狠人 但这还不算啥 对于将来再找老伴 她的要求更是有点狠 被底底下压住 但是我爱得跟她分房住 怎么个分房 我不能跟她过夫妻生活 没有这套 听了侯大妈这个奇葩的要求 红娘都感到有些纳闷 你咋身体有用 没病 没病我也不过 用啥你 我老头我俩对背挺病 我老头挺对得起我 她走了 我要是真那么假 我就感觉对不起她 原来侯大妈为了能对得起 她深爱的前夫 所以再找老伴 她准备守身柔悦 可你这么做 不觉得有点像地主招长工吗 那跟招工可是两码事 招工我起码说 她有病我不能吃抹她 这年我找人家了 我得侍抹人家 她有病 我得想对自己老头 那么吃抹她 就是吃啥渴啥 我都得渴着她 听了侯大妈的这些条件 红娘不禁为她黏了一把汗 可没想到竟真的有人相中了她 今天来相信的是76岁的王大爷 早在半年前 她就在电视上相中了侯大妈 叔叔就跟阿姨来的 看阿姨 这个撒冷人干啥都快 然后叔叔说 说话走道比我快事 但是干活肯定没我撒冷 一听红娘说 大爷比自己干活撒冷 侯大妈当时就不干了 不一定 不一定 红娘看二人谁都不服谁 于是让二人来了个现场比拼 而比赛的道具 就是院子里的包米该子 这局比拼 二人打了个平手 接着王大爷就对侯大妈 当面表达起自己的好感 但即使侯大妈也不再年轻 却依然不能动摇王大爷对他的好感 我看他呢 就杀了 干活痛快 我就瞅着 那没啥毛病 王大爷其实身体也不错 但可惜就是有一个毛病 我老王爷是 这个 说话最结巴 那祖宣 那我太爷呢 那也这么结结巴 既然王大爷这么大老远奔自己来了 接着侯大妈也说出自己的要求 这别人到我们家来 我不能嫁出去 因为啥我养牛 我不能把大牛的带跟我提了叔叔走了 一听侯大妈让自己做上门女婿 王大爷似乎有些不太情愿 于是当着侯大妈的面 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我要上你这来 我给这六岁开始前 卡就交给你 上你这来 那有病 你说你 你就得我负责 就得我负责 都得我负责 听了王大爷这个有些无理的要求 竟把侯大妈当场欺恶 那我得找一个什么养活着你 是啊 你这多少钱能养活着你 你再有病 七四六了 光让侯大妈养活他还不算 王大爷还不打算往外拿钱 你的钱呢 他钱他自己留着呗 我们说我要上岁来 我就拿六岁开 快支这钱 一年一千多钱 你再干十年 攒一万五 一场病都不够啊 我就这个打算 这个条件 老鼠跳悬崖 你装什么蝙蝠响 一年就拿一千多块钱 就让大妈又伺候又看病呢 你这是做梦娶媳妇 想的没 结果没成想接下来侯大妈的一番话 却立刻让王大爷主动打起了退堂鼓 夫妻生活我不能过 用啥 我觉得对不起我原先的老头 我老头对我相当好的 能接受就接受 不能接受就来到 就这么 那我接受不了 侯大妈一句话就命中了王大爷的要害 这一句侯大妈完胜 告别了王大爷 红娘很快一个侯大妈找来一位大爷 今天红娘给侯大妈介绍的是这位张大爷 别看张大爷对侯大妈这个人很相中 但对他养的牛 他可一点也没相中 我当时我不能养这位 我还怕老呢 这一叫我都受不了 我从小就叫牛顶 我去的帮了我们夫妻 谁给你养牛啊 你养牛这得了 除了你招聘四眼圆 咱们共同生活 你把牛一卖快一捶上 俗话说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警生 小时候被牛的伤害 给张大爷留下很大面积的心理阴影 现在他的口号就是有牛没我 有我没牛 但侯大妈却舍不得他的牛 我卖完一天 连个说话都没有 你跟他说话 你还不能养我小狗 我不是养我狗 张大爷你这人说话可真逗 现在都有个侯大妈了 你还要再养个侯 你这是要耍侯啊 还是咋的 接着侯大妈 说出自己找老伴的初衷 我跟你说实在是 我就岔着一个天才毕业 我找个伴 我一点是互相有个造型 你找我的伴 这刚送走一个一年就拿一千多的王大爷 马上又来了一个啥也没有的张大爷 面对这些软饭硬食的奇葩大爷 侯大妈再次拿出他的杀手锏 另外我不能跟你过夫妻生活 这个条件是挺重要的 你说什么 夫妻生活我不能过 因为我永远对不起我们家老头 我们家老头是和我俩感情老师的 我不能对不起他 侯大妈这番话一出口果然见笑 张大爷的脸色立刻就变了 做一个见面礼就得了 好了 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 这两场相亲的失败 让我误出了一个道理 老天 你能猜出是啥道理吗 欢迎在留言区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